等了三年香港和内地终于通关在望 不过最新的消息就说 首阶段只是会开放港铁洛马州站 经深圳福田口岸前往内地 至于其他口岸就暂时不会开放 高铁也都不会即时恢复通车 另外想去内地的人也都要留意 首阶段通关设有配额 要透过网上预约拿丑 名额每日五万个以下 消息说政府最快会在星期三 交代进一步的详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